鬼子在每个路口都埋上地雷 并向河里洒入大量的毒药 想以此来除掉新龙山上的抗日队伍 没一会的时间 喝了河水的土匪就开始毒性发作 可看到这一幕的众人却都无计可施 小鬼子往咱河里下毒 这么喊的招他都能想得出来 就在大家啃的喉咙冒烟时 马三炮却突然拿出一个神秘葫芦 铁牛听闻立马拒绝了他的好意 而马三炮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则转头看向了一旁的龙千言 可龙千言却非常嫌弃地转过头 因为此时的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没一会的时间 龙千言就摘了一堆没熟的小鬼子 他想效仿古人望眉之口 以此来达到振奋士气的目的 可他刚咬上一口 就瞬间戴上了痛苦面具 而铁牛则在一旁吃得津津有味 虽然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但时间一久肯定会全军覆没 于是铁牛便决定将人员分成小组 分别往不同的方向寻找出口 可就在哑巴带着龙千言下山之时 在一番简单翻找后 没想到竟找到一箱实打实的炮弹 虽然他们已经染上了岁月的秀板 但如果修理一番说不定还能派成用场 明明之中自有安排 而另一边的马三炮就没那么好 他不仅带着小弟来到了一条死 并且还听见伪军在下面大声喊话 称只要老老实实地交出马三炮 其余的人一概可以不追究 而这也让马三炮瞬间来 小鬼子 他奶奶的 你破颜在这儿呢 来啊 小弟见状连忙拦下马三炮 随即便拉着他往回走 可就在他和大部队会合之时 却遭到鬼子机枪手的猛烈射击 马三炮虽然侥幸躲过一劫 但却不小心在山岭泥了路 毫无头绪地他在树林里面乱窜 结果竟鬼使神差地来到了马家屯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村庄 马三炮决定先去里面探探情况 随着夜幕的悄然降临 偌大的村庄却不见一个人影 无奈的马三炮决定先回家睡觉 然而直到凌晨时分 一群喝得烂醉如泥的伪军 却突然出现在了马家屯 而带头的正是马三炮的仇人冯老二 看着墙上贴着的通缉画像 冯老二瞬间变得清醒起来 冯艾尔发射 我要弄死他 今天我哥的灾天就有 醉意上头的他立马拿过手枪 随后对着画像一顿乱声 而巨大的枪声 也吵醒了熟睡中的马三炮 为了不落入冯老二手里 马三炮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就当他绕远路来到村口时 竟发现冯老二正在地上睡觉 马三炮本想压低脚步悄悄溜走 但却不想击击中了救命 谁啊 跟我装了什么流浪帽 这村里还有帽啊 冯老二好奇的上前查看 结果竟发现是仇人马三炮 马三炮 慌乱之中的冯老二连忙开枪 但却不偏不倚的打在了墙上 而马三炮则假装丢出一个手 吓得冯老二抱着头趴在地上 可刚出狼窝的马三炮却又进虎口 走快来我对着你了 到了次日清晨 马三炮就被绑在了冯家柴房 为了替惨死的大哥报仇 冯老二便决定将他献给鬼子